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服務業科技化是目前服務業管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發展趨勢 因此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兩位專家來針對這個趨勢 做一個深入而且實用的分析 也讓各位同學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那我們首先這個歡迎這個鴻海關係企業 鴻金科技的這個策略行銷協理 而且他擁有這個半導體近20年的相關經驗 那我們歡迎這個林哲瑋 林協理 你好 曾老師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們也歡迎曾在這個公園院跟中鋼服務過 現在為高雄第一科大流通與行銷管理系的老師歐老師 曾老師 各位同學還有林協理 大家好 那目前呢 全球的經濟歸絕多變 而且這個跨領域的產品跟這個服務也常常看到 尤其這個服務業已經不是說我們單純只要提供服務就可以了 所以說透過以這個科技化的結合 將會為這個企業創造更大的利潤 那我們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看到Apple的例子 這是蘋果提供的這個產品 除了這個Apple的一個手機的硬體裝置以外 它也結合了這個iOS還有這個iTunes的軟體 另外有iBooks跟這個APP的這個網路商店 還有這個Apple Pay等等結合起來一個商業模式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其實Apple的獲利其實是表現得相當好 另外還有像這個跨境支付這一塊其實也是這種最明顯的一個例子 而由於這種跨領域的整合 其實對這個企業來講並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事 所以我們要如何透過這個中介的角色 來這個加速這個服務業科技化的發展 讓這個發展更好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所以我們首先這個請林協理來幫我們說說 台灣目前面臨的哪一些困境 以及這個知識中介是如何產生的 是的 我們在台經院的研究報告裡 我們看到有六個主要的因素 除了天氣氣候變遷 研發創新 國際化以及人口結構變化等等的因素之外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最近全球的經濟體 它產生了非常大的結盟 比方說中國大陸在推一帶一路 而日本跟美國正在推TPP的這樣一個經濟結構 這也是導致台灣在國際金融潮流變化上 必須去做一個取捨的一個議題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當然科技本身的變化是非常快速的 像大家以前使用的磁碟片 然後再轉化到光碟片 再轉化到USB等等儲存裝置 最後到了雲端 這樣的科技變化它也會導致產業的變化 好 那既然科技的變化已經快速到 讓原來的科技業變得有點像是傳統產業 這時候走向服務業就成為一個必然的趨勢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既然要推服務業 我們國內的政策上面我們有所謂的三頁四化 可是呢在服務業的成長 服務的平均產值的成長率卻是趨緩的 那這裡面有一個很主要的關鍵因素就是在於研發 我們所投入的研發相較於一般的國際的情勢來講是相對比較少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在投影片上這張圖 台灣的研發大概只有到整個總企業的研發比重裡面的6.6% 那相對於第一名像是以色列 這樣子一個資源跟台灣處境非常類似的國家 它卻高達65.6% 那相差的快十倍 所以這個問題會變成台灣在服務業的發展上面的一個重要的瓶頸 那因此呢 我們就會想到說怎麼樣讓這種服務業的研發去做一個加速 那近來的學者有提到了所謂的知識中介 我想大家都認識愛迪生 愛迪生其實是可以說是知識中介的一個主師爺 那愛迪生他把電池電動式的這樣子一個知識 他把應用到了電話 應用到了鐵路採礦電燈等等 那其實到了現在的科技來講 我們所看到的LED燈 其實他也是一種訊號的傳訊的一種很主要的方式 那只是這樣的知識怎麼樣到我們所講的科技 怎麼樣到我們所講的服務業 這就得靠大家去思考一下知識中介要怎麼樣 將新興科技應用到科技業 然後再轉型輔導服務業變成服務業科技化 好 那這邊我引用了一個知識中介者位置 一個學者叫歐素華他的觀點 在知識中介者他所扮演的角色 他是這樣子說 知識中介者他不是在一個知識領域裡面去做一個 站到一個位置之後就去深化他 而是反而他是站在知識交界的邊界上面的一個位置 然後讓這兩個不同的知識去做彼此的跨界的思考 然後很快的將這個知識 應用到另外一個新的科技領域或服務領域去 然後導致這樣的服務業能夠加速的科技化 然後插出新的火花 能夠製造一個服務業的新契機 那我們謝謝這個林協理的這個說明 那除了台灣這個產業面臨的一些產業困境 必須要尋求轉型以外 那其實零售業也是這樣 而服務業科技化最重要的方的這個例子 其實就是零售業的發展變化 那因為我們看到這個電子科技在快速在變化 那我們看到我們的消費型態開始慢慢出現一些轉變 因此這個商業服務也出現一些不同的變化 那我們就請歐老師來跟我們說說 這近幾年來這些零售業大概出現了什麼轉變 那這個零售業或者是商業服務 它怎麼從1.0慢慢的轉變到4.0 謝謝 好 零售業如同我們這幾年非常新興的話題 叫工業4.0一樣 我們也有一個名稱叫做商業4.0 那這個商業4.0它其實是伴隨著科技的進步 還有這個人類生活的改變 從科技商業1.0 我們傳統的這些超商 然後呢慢慢的演進到2.0 大型的量販店 開始充分使用這些資訊科技 或者我們講的這些POSE系統 商業自動化 引進來之後呢 加速了整個商業的活動 還有當然也提升了效率創造價值 那商業3.0這個時候我們就把電子商務 把這種網路平台那種這種虛體化的這種零售販賣的樣貌 又把它帶進了我們的生活周遭 那到了4.0我們就叫做全通路的零售 那所謂全通路的零售呢 這個時候我們要談到虛實這兩個部分的整合 所謂的虛就代表了我們在前一段時間在電子商務 在這種所謂虛擬平台上面的這種銷售方式 未來透過雲端透過網路 甚至透過智慧化的方式 也當然搭載著我們的手機行動商務一起合併進來 那創造出另外一種更新更不同面貌的這樣子的商業服務 那這個其實已經在發生 而且未來的演變或者是變革 會隨著使用率會隨著它的普及率 我想會越來越成長會越來越提高 這是第一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要談到就是說 為什麼在商業服務的這一塊呢 我們會特別的去琢磨跟重視 理由是因為在這兩個區塊裡面 我們看到一個就是 第一個它的人均的受僱人數其實是很高的 特別以台灣來說的話 我們零售產業的受僱人數大概是42萬 那相關的產業比如說像物流業大概也到27萬左右 那這兩個產業事實上都已經是破造產業 那我們政府在說所謂兩造雙新 談的一般都是講到科技業 但事實上這兩個產業我們一般認為 似乎比較傳統的這個產業 它早就已經是破造的這樣的產業 所以未來如果能夠有一些科技新的變革 然後創造一些價值 相信這個也會讓消費者或者是讓這些廠商 有不同的面貌 甚至如果跟不上這個時代的潮流的廠商 有可能在這一波的潮流裡面恐怕要退出市場 那我們談到這個未來的使用情境 我們大概可以談三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我們透過這種資訊科技 從顧客在消費前 我們怎麼樣去觸動他的這個消費的意願 手機也好或在網路上也好 我們剛過去看過很多例子 他去了解你的消費習慣 甚至你都自己沒有察覺到 他的電腦系統都已經知道你的習慣是什麼 購物前就已經知道消費者可能的需求 這是在購物前 購物的過程當中 他也透過很多的資料的收集 去分析顧客的行為 還有你的喜好 甚至在這個過程當中 再增加你的消費 創造更大的營業額 這個是在消費過程當中 甚至結合到所謂的物流 甚至結合到跨境跨域的支付 這個是在消費過程當中 讓消費者在不知不覺當中 就產生那個消費的衝動 再來在消費結束之後 再想辦法 當你離開這個賣場之後 再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提醒你 你應該再回到我們這個 不管是虛擬體或實體的賣場 或者是在電子購物平台上面 再進行你的消費 這樣子變成了一個循環之後 它就可以提高我們這個 整個產業很不同的樣貌 以上是我的說明 好 那我們謝謝林協理跟歐老師的分析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對於這個 各位同學對於這個中介服務如何的行程 以及說台灣零售業進來如何轉變 因為我們從早期大家都知道 早期就是一般的雜貨店 慢慢的演變像量販店 或者到現在的網路購物電子商戶 以及現在更多元的一些商業模式 就是像剛剛歐老師提到 說不只說希望你來到我客 來到我這邊消費以外 我還希望說你來到之後 你下次可以再來 就是我們常常在講再購律這一塊 就是說怎麼樣去提高 其實這都是一直在慢慢轉變的一些商業模式 另外就是說商業4.0 怎麼從1.0 2.0 3.0 4.0 這樣演變而來 相信各位同學對這一塊應該 會有比較清楚的了解 那這個當然我們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再謝謝林協理跟歐老師的粒粒